大家好 老胡呢 最近看完了满江红 正好呢 我前两天也陪父母看完了 应该说呢 确实是个不错的片子 但是他并没有网上很多人 说的那么好 说这个又是这个 太神了 太棒了 这是张艺谋最近最好的片子 你要说是张艺谋自己最近最好的片子 我这个倒是认的 为什么呢 至少比之前那部影 要好得多 影那部片子 有太多的这个孤能玄虚 除了这个 美术风格 还有这种 武打戏上吧 我觉得还不错啊 其他的我并不太喜欢 他有点为了刻意 去迎合张艺谋的个人的艺术品味审美 而去 特意塑造成了那个样子 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满江红呢 就比较接地气了 为什么呢 他毕竟里边用了一系列 当红的一些明星 比如说像这个沈腾 专门演喜剧 比如说四字 一阳千玺 对吧 这就是国民级的小鲜肉 今年刚二十多岁 好像雷家音这种也算是资深的中年演艺派 看看老胡的评价 老胡说呢 看了满江红觉得比流浪地球还要引人入胜 然后呢 说这种严肃中烈的主题 说满江红居然还能拍出这个喜剧效果 觉得而且还能悬念重重 靠人心悬 说这样的编剧水平相当了得 我觉得老胡老胡啊 这段话特别外行 肯定是看沈腾的喜剧看的比较少 当今喜剧嘛 最好就是改编 你有点这个原始素材 你还能改编出喜剧效果来 其实就会觉得 这个眼前的观感就不太一样嘛 而给沈腾的这些剧能改编喜剧 那肯定地是比较资深的 沈腾这个角色或这个演员吧 本来就是靠喜剧吃饭的 可能没那么好笑的剧 基于他的主角再稍微改不改吧 肯定能是改出他能适应的喜剧效果 哪怕这个人是张艺谋 张艺谋也不是第一次拍喜剧吧 人生记得90年代 好像他和炎恩宰姓刘罗锅 那个主角叫田什么了 我忘了 当然还有姜文 还有赵本山 他们好像也拍过这个剧 那是冯小刚拍的 还是张艺谋拍的 我忘了不好意思 咱不回顾吧 实在是没有这个功夫 那是喜剧还挺好的 张艺谋虽然给大家印象 总是去拍一些大红大紫 一堆人什么的 但是他是能拍证据的 老胡就这各种彩虹屁 说这个大猪小猪落玉盘 最终结果如大河出川 形成对精神事业的满格冲击 就还挺日化 满格冲击 这都是日文生造的一些形容词 老胡重点来了 老胡说 我觉得官员商人公共知识分子 就是公知 说你们都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 电视清洁应该是虚构的 岳飞和秦桧的形象 经过千年演绎也在忠与间的不同方向 不断激化 但是人民爱什么 道义为什么忠于一切 包括生死 这部电影给出了非常朴素 却又荡气回肠的回答 其实我倒没看出来 为什么道义忠于一切 当然了一箱千玺 最后把这个说 你把满江红给我背上来 对吧 然后那个情婚的替身 还满江红 然后呢 就反正说了一遍 那会儿确实非常荡气回肠 我看现场也有人落泪 说了个题外话 当年因为我你们也知道 老观众知道我当年是学过很多年的明月的 我会吹索呐 索呐里边呢 有一个四级曲子还是五级曲子 就是满江红啊 我当年那首曲子呀 我在 就是白云冠啊 天宁寺啊 天宁寺 天宁寺附近的那个河边呀 我吹了好长时间啊 就那会儿家里面会儿练嘛 太吵人了 只能去河边练 早上起来 老爸骑了自行车 我也说透了 就我们俩一起骑自行车 他带着我呢 去河边 然后呢 我那吹索呐 老爸呢 就跟着旁边那些老头啊 钓鱼的什么的 来聊天 那是我的一个童年回忆啊 所以满江红对我来说 是一个并不陌生的曲子 老胡说呢 是的 我们不是岳飞 也思不到啊 影片中啊 张大那些意识的舍生忘死 但是呢 很多人都有机会啊 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 作为一些啊 推动啊 多一份担当 不忘初心 不违背誓言 对吧 然后他认为 为官为上为学啊 都应该努力践行啊 他说的为官为上为学嘛 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三个 呃在舆论啊 之类啊 反正有影响力的这个群体啊 如果你玩过 批设的游戏 像维多利亚什么的 对吧 欧鲁风云啊 里边都有这个 就是不同阶层影响力 这一概念啊 你像这个宋朝啊 这种时候 他们的士大夫阶层啊 按照他的设定 估计的影响力啊 能达到40%左右啊 就比较高 然后市民阶层有影响力啊 农民阶层呢 有影响力 但是呢 都很低 1% 2% 估计也就这样了 他说这话呢 反正我觉得我至少吧 至少我自己是做到了 为啥呢 老观众也知道嘛 当年我在清华时候啊 跟美国人 这边呢 有信息安全的这个冲突啊 就是我呢 是想保住我们清华 苏市民书院的信息安全啊 然后呢 我不惜 冒着这个被干掉的风险 开除的风险 对吧 跟美国人死缸到底嘛 最后导致美国人非常不喜欢我 最后对清华施压 找茬呢 把我干掉了 然后当时接任 就干掉我那个院长 那傻茬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的 这个走狗卖国贼 在我心目中呢 他和这个情华差不多啊 就是四无间的出卖我们清华的利益 比如学生的学籍的这些信息啊 什么邮箱的这个管理权限呀 对吧 最终反正我离开之后 这些权限呢 八成也是落到美国人手里了啊 要是美国人能控制 或者间接控制的这部分人 他们能管到这些东西 反正在那个时间节点呢 我觉得我跟岳飞 可能这个形象也差不多了 当然岳飞还是比我厉害啊 岳飞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呢 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啊是比较高的 他不像我啊 这么这么轴 你知道吧 当时我真的就觉得 那既然中国这边要求说 所有的数据安全 数据不能出中国啊 然后呢一些 我还问了清华这边信息半 说这部分数据什么什么的 不能说这个提供给美国人啊 或者至少你不能公开提供给美国人啊 后来我就跟美国人说啊 清华这不行啊 就美国人觉得是我不配合啊 最后想让清华把我干掉嘛 最后确实干掉了 对吧 谁是职业推手呢 就是我们那傻叉论长王有强嘛 那王有强同志现在已经成了 清华副市民书院的黑历史 你在他的官网上 你都搜不到王有强曾经认过一年多的院长 为啥呢 就是黑历史嘛 出来了新的院长之后上台 应该是薛兰吧 上台之后呢 他肯定是不能认同王有强这些行为的啊 当时我这边闹得比较大 包括去这个跟有关部门啊 比如说这个教委啊 什么这个 什么封纪委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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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纪委啊 纪委吧 纪委去举报啊 就是说有人涉嫌出卖 我们清华的新鲜权啊信息数据这些事啊 最后王有强呢 也是吃了很多政治压力 但是哎 毕竟人是对吧 人体制内的人也不会被我这一骂就滚蛋了 人只是哎 哎呃 暗调 或者说你平调吧 啊 去看清华图书馆 也不知道老的东西呢 现在还在不在这啊 对吧 他是官 我是利 然后呢 他呢 就哎 就算被惩罚啊 成为了清华苏市民的黑历史 他能继续保他官位 然后你像我呢 对吧 那我是利嘛 那我只能滚蛋了啊 谁让咱们不是试验编 只是何同志呢 嗯 好吧 这块再说个题外话 就是历史上这个 岳飞还有秦桧的形象啊 就很多人觉得 这个岳飞 他是这个金钟报国 这当然事实 这是事实 也很能打 啊 然后呢 这好几层概念啊 就是说如果 第一层最前一层 就说岳飞和秦桧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最前那层啊 民间说书级别这个概念呢 那就是哎 皇帝啊 这个宋高宗啊 他听信谗言 哎 让这个十二道金牌 把岳飞招回来 然后秦桧呢 就给他害死了 松高平嘛 啊 但其实历史 这是第一层啊 嗯 但是说第二层 第二层呢 一般就这么解读了 就是岳飞 他为什么被害死啊 他其实不是说呢 这个什么什么 什么被 皇帝被秦桧蒙辟了 啊 他其实是因为呢 呃 喊出口号嘛 要迎回二胜啊 送送徽宗 送清宗 对吧 迎回二胜 俩先帝啊 这个宋高宗呢 觉得对皇位 可能受到影响啊 所以我说那就那就 不行 不能让岳飞 真迎回二胜 对吧 那哪行啊 给他干掉了 然后呢 这个秦桧是个知识者 然后这个秦桧的和这个 呃 孙高宗俩人是狼狈为奸啊 这个到大体是对的 但是有些细节有问题啊 呃 其实这个岳飞呀 他还是有他的政治智慧啊 你要看这个宋史里边 其实都说过 呃 岳飞其实很多时候 迎回二胜这个口号 是孙高宗自己提的 还真不是岳飞提的 民间也都这么传啊 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啊 说复合身 对吧 反正这种类似的口号吗 啊 岳飞那会儿也一起喊过 但是后来呢 觉得哎 这个这个 孙高宗好像并不真正 喜欢这种口号啊 反正岳飞呢 也就是说不好了 见风识斗啊 辞着孙高宗新口号 他也转了口号了啊 啊 叫天眷啊 就是类似于 就是我们还是得保 这个高宗的皇位啊 啊 因为那会儿金人啊 正在使坏 就说哎 我把这个俩皇帝给送回去吧 留我这也没用啊 他就希望这俩这俩送给之后呢 可以跟这个孙高宗形成一种 给添堵吧 形成一种可能的制约 影响到孙高宗赵构的皇权啊 所以呢 岳飞也并不怕大家想的那样 说毫无智能智慧啊 他还是有这个 呃 差颜观塑的基本能力的啊 然后至于说风波亭呢 害死这个岳飞啊 呃 你说跟赵构也没有关系啊 赵构肯定是知道的啊 但是支撑到哪个层面 其实是有点商榷的 为什么呢 就因为历史来讲啊 到了这个 因为我记得岳飞 应该最后死的时候 是疏密史还是疏密复史 就相当于是东西粮府里边 最高级别的这个军事官职了啊 一般到这个级别啊 除非你叛变啊 一般是不太可能定你死罪的啊 一般就是发配什么交州啊 交纸什么什么海南岛 反正类似这种地方啊 广东啊 这种就是 还觉得鸟不拉屎啊 胀热之地 都是胀气嘛 就是文德大象 老虎什么的啊 就是这种荒蛮之地 你去吧啊 但不让你死 当然苏氏也是嘛 发票到岭南 反正类似的地方去啊 对案里来说啊 正常的流程 岳飞风波亭喝完酒啊 谢谢你这个官职 给你送走啊 这才是正常流程啊 但是不知道就风波亭 为什么出现了这个 呃秦桧啊 就给一杯毒酒啊 给岳云岳飞 就反正还有 还副手帮叫什么 给刺死了啊 那你就说了 呃赵构啊 知不知道约秦桧赐毒酒 岳飞死这个事 这就是悬案了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 也没有证据证明没有啊 这是变成悬案了啊 那各方根据这个 各自解读 反正那个 这秦桧这个出牌 是非常 怎么说呢 破格的啊 和正常的 施大夫阶层 这个这个触发方式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过去那时候 可能考上什么 这个君啊 就是皇帝嘛 赵家天子啊 和与施大夫 共治天下啊 就是说理论来说 施大夫阶层 东西两府 相职宰相们啊 他们和 皇帝啊 这个赵天家 他们其实是 一样的影响力啊 而这时候 哎你做错事了 我想你死 那就是破坏 就把这个 这个两边的潜规则 给破坏了啊 所以一般来说 是不太可能 出现这种行为的啊 所以就很奇怪嘛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这个事情 当然这个秦桧自己 他后来 因为他载职19年嘛 活了65岁死的 载职19年啊 这影响力很大有关系 当时19年宰相嘛 啊 那就是说一不二 也差不多了 到他死的时候 你看赵构还给他 送的这个一号 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中 中义啊 王老师 中还是忘了 反正就是 后来到了 后来的这个 是送什么宗我忘了 送宁宗吧 啊 当时就因为 觉得这个这个 你们金国人啊 这个不守规矩嘛 你们说不渡 不渡长江 你们又过来了 发现 这会儿才发现 这个这个组合呀 就秦桧那套 已经不行了 没有用了 这之后又把 又给这个岳飞开始翻案 又把这个秦桧拿来 重新批啊 大家认知中的 这个秦桧大奸臣 弄成这个 在岳王庙 对吧 前面跪下来 能同像 这套一整套东西 都得一二七几年之后了 你想秦桧一一五五年死的 一二七几年之后 过了五十年了 这时候 就是因为政治 大格局变了 就是宋金之间的形势变了 发现这个 随进政策 这个组合没有用了 然后这时候 再重新把岳飞 又重立起来翻案 对吧 岳飞是这个被冤枉的 我们就得战啊 对吧 其实就是根据赵天家 这个当时南宋 这个政治需要啊 所以又得把 重新岳飞辅证 然后把这个秦桧批丑 所以基本 你对于秦桧的负面形象 都是基于 都可能是宋宁宗吧 那之后 一二几几年之后 才形成的 对吧 但是 反正也 你不用说背国侠 因为这个 赵家官人的一贯政策 和这个秦桧 他们之间 其实有一个互相勾兑 因为秦桧从 新国逃回来 可能时代夫阶层 求和派 然后呢 和这个 宋高宗召告 或者完颜告吧 他们之间 完成了一些 不可能的PY交易 对吧 我认为这个 你聊到这一步 才是一个相对 正常的历史观 好吧 今天这个新闻 就评论到这里 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